本集由FUNBUSTOYS贊助播出 哈囉大家好我是天賢 今天呢要來開的是這個 瓶蓋人 對 BOT12的黃金可樂丸 還有BOT13的黃金動能水龍 他們都升級了黃金的版本 黃金版本的由來是他們在動畫21話的時候 經過訓練然後他們互相的鬥氣 然後越來越強 所進化出來的全新版本 那如果對動畫有興趣的話 在方Media的頻道會有播 現在好像是播到18、19集吧 21集黃金升級也快到了 大家可以鎖定看一下 那我們邊猜邊來講 這一次的話 增集黃金的版本 它上面多了這些 對 額外的瓶蓋 可樂丸是多5個 然後動能水龍是多4個 那麼價格的部分來到了350元 以它附贈的黃金瓶蓋來說 跟一般的瓶蓋雖然只有顏色上的差異 不過它增加的價格等於是 多付贈你的瓶蓋 那這現在一般瓶蓋可能 缺貨的狀況下 這個選擇也是很棒的喔 6顆加它原本的1顆啦 總共是6顆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黃金的配色 黃色搭它 紅色也是不錯耶 然後它的貼紙 有些綠色的點綴 接著我們動能水龍 是這樣 這邊的瓶蓋就是4發 然後上面雖然沒有雷電的紋路 不過它一樣是那個 樓空的速度型瓶蓋 比它黃金色配件 欸其實 我覺得金色配藍色 蠻不錯看的耶 那我們接著一樣進到 組裝TBX的畫面 在影片看來之前 請幫我按下 右下角的訂閱按鈕 可以的話幫我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更多的 瓶蓋的影片喔 在影片看來看 我们下一个面部 加文宝物 还是有限的 更多 大家看 对 本来是 放下 糊液 糊液 它的 钊液 盐 D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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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由於之前這兩家的機體啊都有在我第一部的平蓋人影片做過介紹 所以這邊就不額外的介紹他們的性能 直接來看到他們的外觀有什麼差別 這邊兩邊的瓶身都是採用偏淡金色 那外部裝甲的部分則是採用比較深的金色 那瓶蓋的部分則跟貼紙一樣都是採同色系的點綴 那首先是可樂丸的部分 對 呃 其中最明顯的差別是它的外觀顏色啦 廢話 其中最大的差別應該算是它的貼紙 貼紙原本我們前面的系列都是採用這種 欸 較薄的鋁箔貼 這個鋁箔貼其實還有一個問題點就是 黏貼紙要相當小心下好離手 不太能做重複黏貼的動作 新的這個貼紙則是採用那種 欸 蠟光塑膠的貼紙 呃 我們比較能夠重複做黏貼使用 其他蠻多地方都是用透明來顯示它金色的感覺 那再來就是他們 那再來就是新的黃金版本 它只有 我們頭盔有做到貼紙 那其他身體部位是沒有的 就是顯得更簡單奢華一點 欸 有人會覺得蠻可惜的 不過我是覺得這樣看起來其實也蠻帥的啦 就是單純用一些顏色做額外的點 那頭盔給它帥一點沒關係 嗯 那接著我們就來進入這一次的對戰環節 畫面上我們這一次用的對戰就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只架了這個競技場 然後中間擺放的是這一個 這是黃金可樂碗的盒子 我們要把盒子推到對面的終點線 騎士鍵主在這邊發射 然後另外一條線 然後是shooting line 然後是skyline 這是之前那個極速大陣所衍生出來的 所以只是我們標靶換成一個大一點 效果會如何 我們來玩玩看吧 好不好 原本那個標靶有點小 這一個就會比較偏 速度跟威力一起 精準度就比較低一點 瓶蓋預備 瓶蓋戰鬥 GO 你不要推場地 你不要再推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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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這個 你不要再推場地 你都會再推場地 你都會再推場地 你做到這個 你不要再推場地 你用來推場地 你真的會再推場地 你也要推場地 我就是踩到 那你剛剛要踩到啦 踩到嗎? 有啦,你剛剛可以贏到,踩到 踩到,踩到 我剛剛是想要遇到這個局面 我看你怎麼打 怎麼回來了? 你直接贏了 我贏了嗎? 我贏了 就這樣啦 全新創新玩法 我們把保安局立起來 那如果他倒下來,直接就這樣 你不要把我戰術講出來 你不要把我戰術講出來 你要高射砲 你要這樣咧,這樣很不穩 不可以試測 好,準備好了嗎? 還沒 平台原來 平台戰鬥 脅懶 不,30個 переход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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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跳 快去 快去 好可憐 過了吧 過了吧 過了啦 太誇張了 板了板了板了 掛了掛了掛了 欸這個好玩 其實我們下次可以像敵人 平常是做得很不錯 然後後來比較容易在影片 那也蠻不錯的 對 好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幫大家喜歡這一次的對戰 那一樣 想要看更多補蓋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來,分享一次 按讚、訂閱、分享 好啦,我們下次再見,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